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股市发展的现状 那么昨天晚上有微博网友是贴出了分析称 上证宗旨要跳空到4000点 其实这个说法是来自于一份研报 光大证券金融工程团队认为修订后的上证指数 收益能力有改善 那么该团队参考上证宗旨新的编制方案 模拟了上证宗旨 可以看到整体的收益是有所的提升 修订后的上证宗旨 自2000年以来年化收益为5.47% 相比原始的指数的3.67% 有了较为明简的一个提升 那么根据该团队的模拟 新上证宗旨目前点位约在4000点左右 作为具备A股市场情侣表功能的一个指数 看了这份关系的投资者们 当然是信心大增 随着一批高科技公司陆续登陆到了科创版 一批中概股科技公司回归A股发行CDR 上证宗旨中科技行业占比将不断的提升 有望带动大牌持续的攀升 有望摆脱十年三千年的一个魔咒 带来A股投资者长期期盼的长牛行情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